郭爱伦落选南篮世界杯 洋溢揭晓幕后第一推手 并非乔尔街围棋 球迷看懂了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南篮 聊一聊在南篮世界杯正式打响之前 那么备受大家所关注的中国南篮人员名单的话题 而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郭爱伦 他的落选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唏嘘 但同时近期咱们国内的一位媒体大咖杨毅 他也是给出了个人的一个看法 也是揭晓了咱们中国南篮这样一个核心队员 为什么会缺席南篮世界杯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南篮 更多喜欢郭爱伦的球迷朋友 都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南篮 聊一聊关于郭爱伦落选 南篮世界杯这样一个相关的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今年咱们中国南篮将会迎来球队 非常苛责的一场赛事 那就是中国南篮的世界杯赛事 因为这次世界杯呢 咱们中国南篮整体目标定的是比较高的 我们是想要通过南篮世界杯去获得直通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这也是中国南篮最近几年一直去筹备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2019南篮世界杯失利之后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今年中国南篮给到广大球迷一个很好答复 所以说在这样的阶段 关于南篮集训整体人员选拔就显得至关重要 而在近期我们看到 其实关于中国南篮相关的一些消息也是得到曝光 那么从近期的一些爆料消息来看 中国南篮的核心后卫郭爱伦 将会正式的无缘本次南篮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参赛 所以说这一次呢 南篮也是在比赛当中选择放弃了郭爱伦 那么首先这一点确实让广大球迷很难去接受 因为前期我们看到 无论是杜峰还是李南带队期间 都是带上了郭爱伦 他在国际大赛当中 也是咱们中国南篮在外线去突破对手 能够去撕开防线相当重要的一点 那么这一次郭爱伦不在 咱们中国南篮如何在场上去打破僵局呢 所以这首先成为了广大球迷很大的一个疑问 而除此之外 那么我们很多球迷也是非常疑惑 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那么为什么会让郭爱伦落选本次南篮世界杯的名单呢 实际上呢 在不久之前 那么咱们国内的大咖洋溢 他也是给出了个人看法 也是揭晓了这一次幕后真正的第一推手 那么谈到这一次郭爱伦落选 他表示呢 其实是郭爱伦个人打法和目前国家队是不太相符 所以说他才会遭遇到最终的一个淘汰 那么表面上看呢 是乔尔杰维奇选择放弃了郭爱伦 是为了球队整体的打法而去做一个布局 但实际上在背后 乔尔杰维奇也是有着蓝鞋的支持 所以这一次 那么乔尔杰维奇能够做出如此重磅的决定 也是因为蓝鞋方面像姚明主席也是在背后给了他很大的话语权 让他能够去做出决定 这样的话郭爱伦才会真正正式的无援 本次南篮世界杯 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情况也就证明啊 目前蓝鞋方面 姚明主席也是下定了决心 希望乔尔杰维奇的到来 能够带来新的战术 能够让中国南篮真正有所突破 那么虽然郭爱伦在场上他的个人打法非常强劲 但是呢咱们蓝鞋方面肯定还是立志于 能够打造一个更加团队型的球队 能够在场上更多去发挥每一个队员的特点 这样的话中国南篮才能够真正在世界杯当中去一鸣惊人 才能够在后续真正去形成一个新的团队实力 那么最后我们也是期待着中国南篮能够在今年世界杯打出好的表现 咱们也是一起祝福中国南篮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提起新闲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